首先欢迎各位同学修读自动化工程导论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是第六单元 自动化机构的原理与应用 我是华夏科技大学蔡玉祥老师 那在本单元里面的一个学习目标与大纲 分别是首先介绍基建、接头跟机构 在下两个单元的话 分别介绍机械零组件的种类与应用 自动化机构的特性 自动化机构的种类 首先我们进行Part1 基建、接头跟机构 首先我们对于基建来做一个定义 基建它是具有主抗的一个物体 它是组合机构所必要的一个原件 那它的大小形状跟功能可以是不一样的 它可以是一个刚性的原件 可以是一个挠性的原件 或者是一个压性的一个原件 那基建的一个种类的话 包括了连杆、滑溅、滚子、凸轮、齿轮、皮带、链条、弹簧等等 这些都是属于基建 那接头为了使基建有所动作 基建跟基建之间彼此之间的话 必须以特定的方式把它结合在一起 一个基建与另外一个基建之间直接接触的一个部分 称之为一个队友元素 那一个运动队的话 通常是有两个直接接触的物体的一个队友元素所配接而成 那运动队的一个通常是用接头来称呼它 那首先我们要了解说自由度的一个定义 自由度的话我们简称为DOF 它是来描述一个运动队当中 它的一个队友元素跟另外一个队友元素之间的一个描述它所需要的一个独立坐标的一个数目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球窩轴层 它可以绕着沿着SIDA的一个方向来做一个旋转 那所以它分量到三个坐标走的一个方向的话 它可以分量成三个坐标走方向的一个旋转 那运动方式的话指的是一个队友元素上面的一个点 相对于另外一个队友元素的一个运动方法 比如说像是一个直线运动 平面运动或者是一个空间运动 那它的一个接触的方式可以是一个点切触 线接触或者是面接触 那点接触或是线接触的话称之为高队 面接触的话它是一个低队 那我们接头的一个形式的话可以把它分成旋转队 滑行队 滚动队 凸轮队 齿轮队 螺旋队 圆柱队 球面队 以及平面队 那机构的话 它是将机构与接头以特定的形式把它组合在一起 那我们使其中的一个或数格的一个基建的运动形态按照该组合所形成的一个规律 迫使其他的基建产生一个确定可预期的动作出来 那其中的一个基建为机架 它是不可以动的 用以支撑或约束其他的一个运动件 那这样组合起来的话就是把它称之为一个机构 那连杆组的话就是全部的基建的话它如果通通是一个连杆 所有的接头通通是旋转队 那我们称这个机构称之为它是一个连杆组 那平面机构指的是说机构里面的一个基建在运动的时候 它上面的每一个点对某一个特定的平面的距离很为一定 也就是说它是在某一个平面上面来做一个运动 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挖土机的一个示意图 我中间有一些油压缸 我分别可以来做一个伸长或缩短的一个动作 那我可以来推动前面的这一个挖取物品的这个斗子 做一个移动旋转的一个移动 运动的一个方法的话通通是在平面上面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平面机构 那空间机构 运动当中的一个基建在运动的时候 如果上面有一个点的运动的轨迹 它是一个空间的曲线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机构的话 把它称之为一个空间的一个机构 那比如说机械手臂 那这是一个机械手臂的一个示意图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它可以沿着A的轴向 B的轴向 C的一个腰部的一个旋转的轴向 那再来包括了 手臂前端的一个roll的一个动作 包括手臂前端的一个右的一个动作 包括手臂前端的一个旋转的一个动作 那这样的话以手臂前端来看的话 它的一个运动的轨迹 它是在空间当中来运动 所以我们把它称之为一个空间机构 那我们在单元一里面的话 主要来针对自动化机构来做个简介 那希望各位同学在这个单元里面有所收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